美国海岸警卫队拍到中国导弹驱逐舰 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26日发布通告称 9月19日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白令海域拍摄到中国55型导弹驱逐舰 通报称 美国海岸警卫队金博尔号船员在例行巡逻中 于阿拉斯加基斯卡岛以北约75海里处 发现了一艘55型导弹驱逐舰以及另外两艘中国军舰 美海岸警卫队称 三艘中国军舰和四艘俄罗斯军舰组成 联合水面作战编队Combined Surface Action Group 在美专属经济区内行驶 通报还称 美海岸警卫队对中俄军舰编队进行了持续监视 并且将继续监视美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 以确保区域内美国军舰安全以及商业航行自由 报道称 基斯卡岛距离俄罗斯约700英里 报道认为 此次美海岸警卫队发现的中俄军舰编队 应当是俄罗斯国防部 9月15日公布的中俄海军联合巡航的一部分 9月15日公布的中俄军航行